韩国国土统议院长官金永善 今天下午由光复大陆社会委员会秘书长郭继前来本公司的时候 曾经在本公司时任访问节目里面 接受了记者梁新国的访问 金永善长官在访问时候指出 大韩民国人民到今天为止还非常怀念蒋总统 在韩国被日本侵略时期所给予的资源 金永善长官并且强调 中韩式兄弟之邦存此相依 今天两国都面临着同样一个必须收复之土的目标 因此两国今后应该要加强合作